來我們現在請問一下廖老師 郭柯王有沒有可能合作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這個郭台銘有龍像 這個柯文哲呢有猴像 所以呢龍跟猴是走三合 再來我們以身相來講 現在的帝王之相 比如說小英總統 他是武短之相 然後呢這個王金平也是武短之相 那武短之相呢來配武藏之相 是很好的一個組合 那這個郭董呢 他就是武藏之相 那再來呢我之前也講過 王金平呢他沒有帝王之相 可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宰相 或者是軍師 所以他在就是魔略方面 有很高的一個智慧 所以呢他們這樣三個力量的結合 其實會影響到 整個選舉的一個變動 所以你覺得郭跟柯 有可能合作 是我覺得三角合作的關係會比較大 比如說這個王金平跟郭台銘組合 然後柯可能是暗中的幫忙這樣子 對從旁的協助 那可是郭台銘有帝王像嗎 郭台銘他有龍像 龍像就是帝王像是不是 對還是有機會 好那蔡跟韓現在狀況怎麼樣 那我們要講 蔡會不會順利連任 哇現在我們講到幾亥年 現在真的跨到了農曆七月 真正的變動革變動年才是真正的開始 我們現在可以看 最近以來就是說在整個局勢 不管是選舉綠黨或是我們國民黨 整個的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包括柯文哲的這個主黨 都是都是一個變動 那小英總統呢 我覺得說他跟韓國瑜在下半年度的變動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小英總統他是45年的8月31號的生日 他是屬猴的 那下半年度呢 就是幾亥走到亥 對小英總統來講 他是一個衝 在今年呢他的一個生肖也是屬形蔥 但是呢我們在講 一馬逢蔥 四馬蔥就等於說 鹿馬登地 那我們小英總統呢 就是說蔥的一個變動 變到最後一定不好嗎 我們在命理來講 就是說蔥到一個極限的話 反而會變好 再來我們看到韓國瑜 韓國瑜的變動很大 我在之前我就有講過 因為韓國瑜呢他就是贏在這個鼎鼓朝天這一個像 但是呢他因為有這個福西文 所以他的這個粉絲很多 但是在幾亥年走到下半年來講 對韓國瑜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因為他在今年來講叫做降星入命宫 降星入明堂 就是有貴人來提醒他 有貴人入明堂 可是他在下半年又有太陰星入命宫 這個太陰星呢對男生來講是不好的 等於就是太陰在這個暗中有很多很多的衝擊 這個衝擊對他有很多的口舌啦 不管是口舌啦 或者是他要找一個副手 或是長輩的一個提醒 都有很相當高的困難度 光看他們兩個蔡英文連任的可能性比 韓國瑜贏勝選的機率高對不對 對